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进的气烈 永远 Stelle 谢谢第一 哈哈 文字 bezpie 走 想加墙 apar浆 阳 是 一 魔艺 天 也 查 什么 Cela 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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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生起来 然后以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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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美本作像老夫人的公家都办法行业了 念完那一佛的话 上师融入了光 光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 按住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形式 也不引致未来的各种一些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今天是第四个问题 应该说是成圆满血处之分 成圆满血处之分分五个方面来宣说 首先第一个 尽情修学处 在宣文当中这样说的 为之或为他 何时修何行 佛说 诸学处皆当请休息 请休息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管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或者说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无论是在何时何地 修持什么样的法 做什么样的事情都应该按照 我等大师塑迦牟尼佛在有关大乘经典当中 所宣讲的菩萨学处 应该按照这个学处来要求自己 然后以这个学处作为自己的标准 紧紧地 认认真真地去修学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法国大乘 菩提心的修学者的一个责任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大家也应该清楚 从我们世间的角度来讲 凡夫人一直到 寺粮道 加行道 到一地菩萨 来自佛国之前 那么每一个修学者 都有不同的要求 根据我们众生的根基 次第 意乐 而佛陀宣说了 不同的仅修行过的法门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 也应该自己按照自己的根基 自己所获得的法门 就是精进去修持 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 佛陀在浩瀚如海的经典当中 也已经宣说了 种种不同的学处 比如说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讲了六度万行 三世祈祷品 以及菩萨的根本学处等等 不同的根基面前 都讲了这么多的法 因此我们自己也应该尽量地去选择 尽量适合自己的法门 一定要修持 就像世间的教育学 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不同的人 从幼儿园到小学 中学 然后高中大学 一直到最顶峰的学位之前 就是每一个教学方面 都有不同的一些课程 就是他的教学方案 等等 就是这样安排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所有的法国这种大信的人 根据自己的修学内容 应该行持一切所学的学处 如果我们这样去学 自己也是有一定的利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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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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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说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说修学多众知识 就是说一切发大声心的佛子不需要学的这种知识一点也是没有的 就是一个也是没有的 应该说是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种世间和初世间的这些学问知识 全部一一地了解 一一地精通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这样的学者 学习一切万法的知识 如果如此行持 因为他有了菩提心 有了菩提心 再加上精通一切万法 那么他所学的知识不成福德的有没有呢 绝对是不会有的 就完全成为福德 这种福德也并不是为了自私自利的一种福德 应该说是饶益众生 对众生完全有利的一种方便了 就是会这样的 每一个发大声心的人 应该有修学一切知识的这种精神 或者说这样的悉旧心一定要有的 如果这种悉旧心没有 那么我们一方面 就是自己不能成就辨知佛果 第二方面不能饶益一切众生 所以说你从自己的角度来讲 你要获得佛果的话 就是一定要精通一切知识的 然后你作为一个大乘修学知识 你要利益众生 你利益众生的话 你如果没有通达无明 没有通达其他的世间知识的话 那你怎么摄受啊 你摄受的这种众生方方面面的众生 所以你对部分的众生 可能会有这种摄受的能力 但对部分的众生没有能力 所以我们学问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不但是要学习佛教的内容 而且佛陀开许让我们学习外道的有关内容 原因就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还是可不可以 应该自己先打好基础 先没有打好基础的 你本来也是自己 没有学佛的很多知识 然后整天有些出教人也好 佛教徒 他自己该学的佛法都不学 首先都是一直先学一些 世间的乱七八糟 那这样的话就根本不行的 先你自己对自己的这种 比如说我们学医名也好 学中观 这方面一定要增弃不可动摇的见解 然后在这个技术上要了解 世间的学问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我想我们摄受众生 也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很多讲义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不能圆满地理他 你要圆满地理他 一定要通达一切的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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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样说呢 实际上是大乘修学者的所有的这些行为 应该就归纳起来 归纳起来的话就要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有一种直接利益众生 直接利益众生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直接去放生 直接讲经说法 布施 或者做各种这样的法布施 财布施等等 这些是直接利益众生 然后有一些间接利益众生 间接利益众生人在闭关 通过闭关的方式 或者是通过自己的作业 通过回向等等 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表面上看到 好像你没有直接度众生 但实际上它成为一种间接的因 以间接利益众生有两种方式 有两种方式都可以 那么为了利益众生 我们的善根 所作的这些善根 都要回向的 就像以前佛陀的佛经当中 《妙卑清闻经》 《有关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回向完了以后 你的这种善根永远都是不会释回的 就像是大海全部是言无二无别的 那么回向完了以后 这种善根跟佛陀如来的智慧 也成了无二无别 应该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尽量地将自己的善根 回向于所有的众生 在回向的过程当中 心里面都是想要让佛法兴盛 让众生获得安宁 这是我们的愿望 既然会难得很清楚 但现在已经是美国的众生获得安宁 那是新的 都是混购物的根本 来自众 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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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四个课盘 一支善知识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舍弃自己的宝贵生命也不能离开 也不能舍弃精通大乘教育的 安住大乘菩萨界的清净留意的珍贵的善知识 这个字面上的解释应该这样 意思就是说 哪怕我们生命遇到危险 自己的善知识不能舍弃的 佛陀在《有关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了 就是说 尤其是在《佛宣说的四法经》吧 他说是 内心当中不能舍弃自己的善知识 那么所谓的善知识 也就是叫做上师的意思 而且善知识的意思就是上师 那么这种上师 什么样的上师才具有法相呢 我们《入菩萨行论》当中讲了大乘上师 也就是说 发菩提心的 遗知的上师必须要具足两种条件 第一个条件 他这里说是三巧大乘义 也就是说 这位上师一定要精通大乘佛法的教义 大乘佛法的教义必须精通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做过 如果你所遗知的上师 什么都不懂 特别笨的话 那就是不要说大乘教义 连小乘的一些仪轨 也是不懂的话 那就是不合理的 第二个条件 也就是说 他自己相续当中 必须具有菩提心的 也就是说 诸于菩萨的戒律 他自己相续当中 连菩提心都没有的话 他给别人传授菩萨戒 或者给别人传授 大乘佛法的资格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一知三知识》的时候 应该是 就像《华严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华严经》里面 当时《三财同志》 按照吉祥神和吉祥慧吩咐那样 《一知三知识》 《一知三知识》 就像是按照《华严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应该恭恭敬敬地 一致上师 你以后 一致的威仪不能违背的 一定要如理如法 怎么样如法呢 就像我们当时《三财同志》 有时候也是遇到 妓女的 魔王相的 还有痴心特别严重的 等等的这些《三知识》 但根本没有生起邪见 也没有生起恶念 如理如法地去一致的 所以我们《一知三知识》的过程当中 也是应该 不管上师的显现是什么样 应该按照《华严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以清净观来遗致 在遗致的时候 就像自己在《华严经》里面讲了很多的比喻 如大地一样 如金刚那样 如烧烛那样 这种心态来遗致 不管是上师 对你什么样的态度 对你什么样的行为 都能接受的 对你多谢大家的 大地へ 逐渐 我们下集他的 多谢再次 我们下集完 下集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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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了知学处而参与经典 此即欲学处 越近即能之 意思就是说 上面所讲的这些学处 或者是在其他的这些学处 应该在翻语经典当中是了知的 这个译文当中应该这样说的 但是可能我们讲义里面 并没有这么解释 所以到时候你们自己应该了解一下 因为经中大乘菩萨的学处是非常广泛宣说的 比如说 我们最多是一两个经典以外 其他所说的这些经典的内容 一无所知 以后有机会的时候 应该大家多看一下 因为这些学处 还有其他的学处 其他的这些道理 应该在大乘经典当中是非常广的 我们尽量地想尽办法 学习有款的这些学处 然后自己也是严格要求 也成为一个真实的大乘修行人 我可以敞一下 学习和学习是回事 看看我们的文化画有没有的 刚才分比如说我要理解 但是个人的要求 我们今天要是理解的 我可以敞一下 我可以敞一下 这些学习和学习和学习都会 有些什么样的 我可以敞一下 我可以敞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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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